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拿走那些归给上帝的圣物 去敬拜偶像巴黎 所以约阿师在登基不久之后 就决定尽快修复圣殿 然而明明已经收到了百姓的税金 当时的祭祀团队却迟迟没有行动 这样怠慢的效率 也让约阿师决定找来耶和耶大一起 重新斩断一番 让我们一起来读《理代志夏》第二四章 《理代志夏》第二十四章 约阿师登基的时候年七岁 在耶路撒冷座王四十年 他母亲名叫西比亚 是别师巴人 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 约阿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耶和耶大为他娶了两个妻 并且生儿养女 此后 约阿师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 便召具众祭司和立位仁 吩咐他们说 你们要往犹大各城去 使以色列众人捐纳银子 每年可以修理你们神的殿 你们要急速办理这事 只是立位仁不急速办理 王召了大祭司耶和耶大来 对他说 从前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为法规的账目 与以色列会众所定的捐项 你为何不叫立位仁照这立 从犹大和耶路撒冷 带来做殿的费用呢 因为那二父亚他利亚的众子 曾拆毁神的殿 又用耶和华殿中分别为圣的物 供奉八例 于是王下令 众人做了一柜 放在耶和华殿的门外 又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百姓 要将神仆人摩西 在旷野所吩咐以色列人的捐项 给耶和华送来 众首领和百姓 都欢欢喜喜地 将银子送来 投入贵中 直到捐完 立位仁见银子多了 就把贵抬到王所派的司室面前 王的书记和大祭司的属员 来将贵倒空 仍放在原处 日日都是这样 积蓄的银子甚多 王与耶和耶大 将银子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 他们就雇了石匠 木匠 重修耶和华的殿 又雇了铁匠 铜匠 修理耶和华的殿 工人操作 渐渐修成 将神殿修造得与从前一样 而且甚是坚固 工程完了 他们就把其余的银子 拿到王与耶和耶大面前 用以制造耶和华殿 供奉所用的器皿和条羹 并经营的器皿 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 众人常在耶和华殿里献凡祭 耶和耶大年纪老迈 日子满足而死 死的时候年130岁 葬在大卫城列王的坟墓里 因为他在以色列人中行善 又侍奉神 修理神的殿 耶和耶大死后 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 王就听从他们 他们离弃耶和华 他们列祖神的殿 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 因他们这罪 就有愤怒 领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但神仍遣先知到他们那里 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 这先知警戒他们 他们却不肯听 那时神的灵感动 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 撒加利亚 他就站在上面对民说 神如此说 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 一致不得亨通呢 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 所以他也离弃你们 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 就照王的吩咐 在耶和华殿的院内 用石头打死他 这样 约阿师王不想念 撒加利亚的父亲 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 杀了他的儿子 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 愿耶和华建察深渊 满了一年 亚兰的军兵上来攻击约阿师 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杀了民中的众首领 将所掠的柴货 送到大马士革王那里 亚兰的军兵虽来了一小队 耶和华却将大队的军兵 交在他们手里 是因犹大人离弃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所以借亚兰人 惩罚约阿师 亚兰人离开约阿师的时候 他患重病 臣仆背叛他 要报祭司耶和耶大儿子流血之仇 杀他在床上 葬他在大卫城 只是不葬在猎王的坟墓里 背叛他的 是亚门妇人 士米亚的儿子萨拔 和摩亚妇人 士米利的儿子约萨拔 至于他的众子 和他所受的警戒 并他重修神殿的事 都写在猎王的传上 他儿子亚马谢 接续他作王 约阿师在位的前几年 因为有爱神的耶和耶大 在辅佐他 所以他都走在神的心意中 令人遗憾的是 当耶和耶大不在身边之后 约阿师就听取了错误的建议 从此走偏了方向 而且越错越荒唐 亲爱的朋友 除了与人建立美好的连结之外 亲自与神建立紧密的关系 也很重要 让我们一起加油 当我们亲自 与神有了紧密的连结 就不用担心 外在的人事物会如何改变 愿你透过祷告 读经 来紧紧牵着神的手 再也不被轻易 带往没有神的方向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绝书 求你帮助我 能在祷告中依靠你 在圣经中寻见你 并且亲自与你建立紧密的关系 祷告奉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阿们 跟上帝做好朋友 一起往祝福的方向走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